强弄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比较年轻的朋友,很多都是习近平上台后,才开始接触强国的局域网的,随着局域网的管控,越来越多的方面成为了禁忌,可是你们知道吗? 哪怕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那一年,也就是2012年,中国强内的新浪微博互联网上发出了一篇令人称奇的文章,标题叫做《请立即回答下面的问题》。 文章一开篇,就直接撕下了中共的底库,今天看来,你们都很难相信,这是在中国互联网上能发出来的文章。 今天这期节目,我们就借这篇文章,请总书记也立即回答一下这些问题。 第一,强调人民素质低下,不适合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,但为什么我们可以实行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呢? 一,难道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的素质要求不高?还是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? 二,宣称专制的效率高于民主。 以拒绝民主,那么更独裁的皇帝加天下制效率岂不是更高吗? 难道我们应该恢复地制?效率高就好吗? 干坏事的效率高,结果会怎样呢? 三,宣称我们的人民聪明勤劳勇敢善良,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,大物。 不存在最优秀的民族,可最优秀的民族在经历了五千年灿烂悠久文明历史之后,又经过五十多年最先进最理想制度的熏陶,最后却仍然因为素质太低下而连最基本的民主权力都不配拥有,如何解释? 四,宣称人民素质低下,所以不能实行民主,但为什么党内民主也不能实行呢?难道说党内精英人士的素质也很低? 素质低的人有资格领导国家和人民吗? 五,宣称党是人民的公徒,人民是国家的主人,却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,这是为什么? 六,一方面要我们政治挂帅,政治未必休克,另一方面却不让我们谈论政治,一方面要官员讲政治,另一方面却不让百姓参政一政,这是为什么? 七,号称代表先进文化,却不能容忍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,不允许批评,只许歌功颂德,这先进性体现在哪里? 八,既然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,为什么却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呢? 九,为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却十分崇拜一种虚构的主义,并将其作为终极真理,不允许其他思想的存在呢? 是,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,为什么主人却没有权利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呢? 十一,为什么党中央一心反腐,可反了十几年,贪污腐败却不见减少,反而日益严重了呢? 难道说中央的反腐决心不够大,能力不够强? 十二,宣扬无产阶级的先进性,宣扬暴力革命,可当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,消灭有产阶级,成为国家主人并占有全部社会财富后,他们还能称为无产阶级吗? 还能保持先进性吗?我国的无产阶级真正成为了国家主人吗? 十三,为什么要暴力革命呢?因为无产阶级最先进,而他们有革命的要求,为什么无产阶级最先进呢? 因为他们革命最坚决,最彻底。这是什么逻辑? 十四,彼氏宣称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,唯恐天下不乱,此时却强调稳定压倒一切,生怕风吹草动。 同是和平年代,为何彼此结论截然相反? 十五,宣称我们是按劳分配的公平社会,可分配的标准和权力却掌握在少数官僚手中,百姓无权过问,这算什么? 十六,宣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可又标榜它是人民的大救星,如何解释? 十七,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人民当牛坐马,却号召人民自觉争作革命的老黄牛,这是什么道理? 十八,为什么我们的领袖总是最英明伟大正确的,而我们的人民却总是素质低下的呢? 难道说英明的领袖没有能力或不愿提高人民的素质? 一群素质低下的人中间又如何能产生出如此英明伟大的人物呢? 人民素质高的国家,其领导人是不是比我们的领袖更英明伟大正确呢? 十九,为什么我们的制度最先进,政府最英明,领导最伟大,人民最勤劳,可国家却很贫穷落后呢? 二十,宣称立党为公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可党的花销却要从国库中支出,人民无权过问,这是为什么? 二十一,责令百姓向政府申报收入并缴税,却不同意将政府官员的财产向百姓公开,这是什么道理? 二十二,为什么只是要求老百姓缴税,却从来不肯告诉他们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呢? 二十三,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每年都高速增长,可百姓的收入却不见增加呢? 二十四,为什么总是要求老百姓遵守这个规则,遵守那个规则,却从来不允许他们对规则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呢? 二十五,为什么当官的贪污受贿数百万,总可以大事化小,而小老百姓偷到数万,却必须处以急刑呢? 二十六,为什么无产阶级就最先进呢?难道仅仅因为穷,因为一无所有,就会变得先进? 现在的穷人还具有先进性吗? 二十七,既然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,为什么却大量下岗,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呢? 二十八,为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,却总是政治挂帅,文山惠海传达指示,统一认识,学习思想,领会精神,大搞意识形态的东西呢? 二十九,为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,却特别喜欢做表面文章,虚夸蛮报,标语口号满天飞呢? 三十,为什么彻底的唯物主义者,却热衷于控制精神思想,总是早请示晚会报,表决心表忠心写检讨呢? 为什么呢? 这为什么我一直没想到呢?